我们要继续全面准确 坚定不宜贯彻一国两制 港人制党 澳人制澳 高度自治的反应 落实中央对特别行政区 全面管制 坚定落实爱国者制港 爱国者制澳 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 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港澳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量 保持香港澳门长期反务力 我们要坚持对台工作大正方程 贯彻新时代答案 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程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总部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进 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 两岸同胞要合周共济 共创民族复兴的光荣 中国经济一定能顶住下行压力 必将行稳制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.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上 城镇调查失业力全年控制在 5.5%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基本同步 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 增强有效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果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十度 就业优先政策要提止加力 政策发力实当靠借 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 确保经济平衡 今天工作要坚持稳自当头 稳中求进面对新的下行压力 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担负起 稳定经济的责任 积极退出 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 要统筹稳增长 调节各部 吹改革 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不搞粗放进化 网红不耏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